午安 您好 我是陈燕宁 欢迎收看下午四点钟中天整点新闻 先一开始要来关心的是 高铁又再度出状况了 这是接近今天中午的时候 高铁台南左营路段这边 因为这架空的电车线 交道大型布条缠绕 也因此造成了双向交通一度停驶 抢修之后呢 在一点半已经恢复通车 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要请私物告诉大家 好的 观众 这起高铁误点的事故 是发生在接近中午的时候 是因为高雄大社路段架空电车线 遭到大型的塑胶布缠绕 而为了安全起见 高铁是暂时停止了 台南到左营站之间的双向通车 不过因为高铁没有在第一时间 向旅客们仔细说明原因 再加上行程受到言误 许多民众就在车厢内和服务台 大声抱怨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没有人在服务不是服务台 都是根本没有人服务啦 是真的 这delay就应变 所有应变的措施也没有 还有经过工作人员紧急处置 大约在下午一点半状况排除 台南左营双向路段恢复通车 总计一个多小时下来 受到影响的旅客是超过了2000人 而据了解大社路段 在去年6月曾经发生 高铁电线遭到残绕的意外 也一度造成左营台南之间列车停止 而在今天再度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仅造成高铁误点 民众的行程也受到了不小影响 以上就是目前最新的情况 将计投交款给旁立主播 好的谢谢思武